我們繼續進行市政總質詢 請李坤黃議員進行市政總質詢 感謝主席 市長 秘書長 各黨內主管 媒體各位朋友 0206的贈災 應該是平衡議員相當有關心 尤其我們英國議員比較多 都會攻擊這個問題 那0206的贈災 取物在贈災這方面 民調很高的評價 這我們就不再討論 但是畢竟這一段時間 取物國單位非常辛苦 非常努力 當然值得肯定 值得肯定 就在以後 相關後續的這些工作 都在進行當中 本市 對 就在以後後續的這些相關的工作 有不一樣的看法和意見 當然 是希望提供給市府做參考 但是教室 如果聽不下去 我才比較認識一下 最近 不時就聽很多人說 我們市府 對這些0206的所在乎 他們的負責 他們的負責 保障不夠 本市府的這句話 對市府來說 真不公平 因為 因為 如果教室說 政府做不對 規限八成 我們比較算 我們比較算 比較算保障 但是 0206的第一段 這是天災 政府 並沒有不對 所以本市府 所以本市府 我們市府 應該對外 做個澄清 市府不是保障 不是保障 是發放 慰問金 救助金 就以為官大樓來說 為官大樓 當初 在申請建造的時候 政府的事情 他們是不屬散 所以 有什麼укоп的 我們接受 那麼大樓 就是那些計畫 周長的 所以發覺不對 因為建凶 將圍貫大樓後面的他人的私人土地 在抵觸頭客所有管理的私障 偽造土地使用統一書 作為行刑這棟大樓 作為行刑這棟大樓 當作圍造土地使用統一書 圍貫金融大樓申請的法定空地 那是其他用途 但是 同辦人人不發覺 讓他得逞的話 那後面這些私有土地 他人的土地全部都是完蛋 所以為建設行刑就開始發現有這個問題 然後後續的 行刑開工勘念 申報竣工跟行刑完工 這些相關的修修聽書 難得管副主管黨人 他們不會特別注意嘛 所以本身相信 圍貫大樓 政府完全沒有這個 全部依法行政 但是 做局長也無妄之災 當初書局長也是 台南縣政府公務局長 建設是你的名字 也是無妄之災 所以既然 不是相辦英文 不是公務英文做不對 當然政府就沒有不對 所以 不可以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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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市府應該要做個澄清 再來 幾乎 這一次對0206震災 在房屋的救助金 對房屋的救助金 是依照 台南市興辦公共工程 地上改良戶 補償自日條例的標準 但是這個標準 不一樣 依照這個標準 我們市府是說 圍貫大樓百分之百 每戶 每一所有全員 不超過三百萬 然後歸然幸福大樓 跟東區的大致市場 是百分之五十 至於 這個補償自日條例的百分之十 然後不超過一百五十萬 我其實是因為 這一點 有點瑕疵 每一個所有全員 是每一盒 還是每一盒 因為有的人是三四盒 有的人兩盒 有一個盒 那補償全部不超過三百萬 不超過一百五十萬 這有點不公平 所以也違反公平正義吧 公平正義的比例原則 既然 要救助這些房屋倒塌的所有全員 包括 紅燈 黃燈 這些房屋倒塌的所有管理 你就不應該自設上限 我們的補償自治條例也不上限 也沒有上限 所以 本身是建議 是不是市政府 可以把這一點 重新做個檢討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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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救助金 是發放給這些房屋所有管理 但是 房屋所有管理 不一定是所在乎 很多的所在乎 都是承租戶 我們的本意 跟我們發放的 完全不對 完全不對 所以這一點 就請市長再重新考慮一下 可以重新考慮一下 可以重新考慮一下 再來就是 這裡的秀財房 外是要重建 外是要賣地 有的還在觀望 本身也利用這個機會 做個澄清 因為很多要重建的 因為本身比較偏向 要賣地的要幹嘛 不是 本身對圍觀大樓 他後要重建 還是要賣土地 沒有個人的立場比較意見 個人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但是 本身認為 不關要重建 不關要賣土地 昨天 市長才跟要賣土地 有一個座談會 本身都沒有意見 但是時間要縮對 尤其重建可能 三五年以內不可能重建 他們要等很久 但是這些買賣土地的人 他們希望趕快離開這個傷心的地方 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而且 而且 明年還有優惠地利貸款 他們可以拿這些錢 趕快去買房子 然後 可以安置這個家庭 所以 不關重建 不關要賣土地 請訴 香港我們 趕快處理 趕快處理 不過 這個地價 本身倒是有意見 前幾天 有報告過 一流六十幾萬 到四樓就是37.7萬 然後就俗稱增加 這個地價 中華局長 他說是說 比照新建 不是你 我講錯了 杜華局長 你什麼 不用站著 是比照新建房屋 新建房屋 新建大樓 在賣房子 他們的生活 還是本身 來跟局長報告 房屋所有全人 土地持分 他的土地 都在基層 都在一樓 他們的土地 不是在上面 不是在四樓 不是在上面 這應該土地持分 應該都是一樣 會有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那些東西 是因為 這個地區 維持基層 可以在這裡 可以做店 可以使用的目的 比較多 上面更加熱 上面沒有什麼用途 只站著 然後最高層 因為高層越來越過 越來越過 如果土地 以這樣的算法 本身就不對 這是 如果建築物 以這樣的算法 本身認同 還是土地 你持分土地 你不可能持分在上面 就 就以店鋪來說 如果 一樓的店鋪 它有15坪 它持分的土地 不一定有15坪 其他 它是證明白人 持分的土地 所以 這一點 希望 我們相關當年 可以考量一下 如果土地的話 是應該全部都在基層 你沒有土地 沒有分割 沒有分割 沒有分割在後面 沒有分割在前面 就是現代都一樣 事件都一樣 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以這個市價 跟這些地主 購買這些土地 要不要增值稅 如果是以現在 實價申報 和以前的 他們定期貴給土地 可能他們的土地 價錢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了 如果不用再領土地錢 是不是有相關的辦法 可以免他們的土地增值稅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這是本市的建議 你知道嗎 以善款 購買這些要賣土地的所有權人 土地買來 登記台南市 不是定期台南市 政府定期台南市 管理單位是基金會 0206贈災基金會 不過本市也就是 所以要檢討一下 預警還沒合併以前 鄉定市公所的土地合併以後 都歸市府管理 都定期台南市 也沒有登記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就定義 台南市政府的起散 然後管理單位 它是原來的區公所 國有土地 所有權人 也是中華民國 管理單位 才是其他不一樣的單位 那如果我們以善款 購買的土地是 登記台南市 也就是等於 台南市政府的土地 也有一點不對 我們市是真的這樣 但是本身不是專家 第一仲局長 是不是這樣 這上台南市 登記給台南市 不是台南市政府 當然台南市就是市有地吧 市有地 就是市有地啊 那以善款買市有地 但是這樣是屬於台南市 大家所擁有的 大家所擁有的 這也敢怪怪 也是市 整個市 整個市 這可以討論一下 這本身不是專家 但是國有地呢 國有地就是 登記委中華民國 這個國 是這個國大家所擁有的 好 您請坐 這本身不是專家 但是 有值得檢討一下的地方 因為這善款是 善心人士要關閉這些社會 要關閉社會 所以本身認為 這善款既然四十幾億 現在財花五億多 因為善款是 救急不救貧 當然在緊急的時候 你發貨員嘛 你盡量貨員 可以趕緊去改善他們的生活 這才是當務主席 也是這些官限的 這些善心人士 原來的本意啊 你現在把這麼多放 成立基金 那以後重建 你也不能用基金的錢去重建 因為棄起來儲 也不能用基金去重建 那以後基金專款專用 他要買留給什麼 他要買留給什麼 要買留給什麼 要怎麼去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請伺佛等 會注意這個問題 是會跟 breakdown的 有效 vantage 跟增加特別議員 但據伺佛要使用 也是中華廠 在 reporting 做法 在四十四千次 可以省眼來停定 500一塊 剛才支持 大家如果З兩四千次 沒有錯 但是有的人說他感謝說沒有 我相信你這都收縮 不過倒是在災區這一段的店鋪 我們取負也可以 給他們減免房子的價值 相關的這些 這比較實在 不過在這些取負有頒獎表揚的 還有補償金的 還有很多我們取負不知道的地方 因為這些名單不知道誰提供的我不知道 不過0206那一天 就有很多全國各縣市的收縮隊伍到現場來 在永大陸二段東邊這些這些 這些的組合 收縮隊伍來 他們自己找地方的休息 他們自己找地方 所以很多的組合 將他們的車給車刷出來 讓他們住在那裡遮風避雨 你知道嗎 衛星設備讓他們使用 很多 在本市服務處桌邊很多的住戶 不過 0207那個早上 一大早就一堆人來找本室 他說 他們來幫我們住三天 我們利用給他們方便 不過沒有水 人數無窮 衛星很壞 希望本室替他們取水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自來水公司調不渡不過來 本市還叫孫載水 每天去供應他們 他們去處理那些工作 所以這些住戶 沒有人給他們感謝 當然 因為他們也不要感謝 也不要補償金 是希望其後 就公開給他們感謝一下 這對他們來說 本市認為就過了 本市就過了 不一定要 要親自市長或是 單位主管去到現場 去感謝去發佈事情 不用公開給他們感謝一下 他們是默默在後面協助救災的 這個人 可不可以吧 市長 再來 這個 維冠金融大樓 這是 他的對面 是永大陸當民這面 那原來 這個地方 就是本市 不是常常拿去的 民國五十七年 農地從外 零星集中土地 做水糕百水糕 可以 但是大樓 從這邊倒下來 倒下來到這裡 再來到這裡 這旁邊 有一個蘇聯土地 然後 這就是百水糕 這一點 這一條是 台藤的承樹地 所有蘇聯 所以 地震局 跟相關單位 有去飛桿 他們希望 這 過去是 排水糕 因為白水 都不通 都不通 現在把它吞起來 也不影響 這邊的排水 不過 發臭有沒有 附近 包括台塘那些城住戶 包括後面這些 石油土地的住戶 這條路 這條水糕 在延長 過去是 都占用 你是希望說 師父可以 承煮給他們 但是 議政局 那一天到現場 他們認為說 要做綠美化 主婦也沒有意見了 他們也沒有意見了 但是 要做綠美化就 趕緊 現在雜草都長出來了 還沒多久 這台塘的城住戶 總之的建築不開 有可能就要降明 我們取負就要加很多麻煩 好 繼續 這是本世公幾個年事 飛燕新村 飛燕新村 本是在民國103年 8月22號 文化教育工作報告 首先提起飛燕新村 所以飛燕新村的都更岸 到現在還卡在這邊 本世是多人 是始作勇者 因為本世提起 才有後面這些公民團體 跟著起哄 跟著起哄 但是 本世要再次強調 本世不是 是 反對 典型的建設 典型的發展 本世也不是反對遠雄 本世不是柯P 不是針對遠雄 如果要針對遠雄的話 京中山村 本世也要說 不過 本世是針對 飛燕新村這邊 有永康的六甲頂文化遺址 死前三千五百年到兩千年的大福文化 在這邊 本世是針對家 但是這段時間 因為本世提起飛燕新村的文化 本世是針對永康的文化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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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過去 英國航空是文化沙漠 只是工商業很發達 所以本世90年當市長以後 不買方向文化沙漠 才開始 才開始對永康的文化 有一點用力 所以 永康公園 在永康高中後面 當初開闢的時候 發現 網寮遺址 本世就把它保留下來 這是永康的文化 永康的宅善 那飛燕新村的文化遺址 視覺也 已經視覺出來了 要不要丟到 飛燕新村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你看 中華路兩邊都是飛燕新村 這個地方慈恩武村 這也是老舊眷社 這是公務 這是公務 真正正派 一般人可能 沒想到一家 但是現在國防部沒有 沒有要給錢 本身也建議過 如果飛燕新村 要全部都更 慈恩武村 也要一筆都更 比較環境嘛 但是現在沒有 那 這張圖是視覺以後 現場會刊 這些學者提供的圖 這條中華路兩邊 上面的 有文化集中城 有分布區 有部分 擾亂區 這就標示 這裡有遺址 比較有遺址 那下面這些 除了歷史建築 這塊土地以外 上面這一個部分 也是文化城 集中區 封部區 繞亂區 這個部分 尺恩武村旁邊 未發現遺址 因為這裡是 中華路開的 破海底 那這個區域 才三點多公頃 就剩下這一點 沒有發現遺址 那開發有什麼價值 所以本身是真的 不要把它保留 不要搶救 就把它保留 如果是搶救的話 就是獨庚教開發 獨庚教開發 然後把這些文化遺址 就把它搶起來 叫一個地方 那就失去保留的意義 所以本身是 會建議把它保留下來 保留下來 因為六甲嶺這個地方 是陰空交通最亂的地方 應該也是台南市交通 很亂的一個點 交通局長應該知道 二千塊的地方 沒有公園綠地 沒有公園綠地 上町嶺 在這邊全部都是工業區 那甲嶺嶺 全部都是住宅區 楚龍八八 而且齊美運後面的 國小預定地 公園綠地 現在第四次同盤檢討 也在變更 那以後這個區域 沒有一個綠地 所以如果 非煙新村 能夠把它保留下來 做個遺址公園 會在齊美運 這邊周邊 這麼複雜 這麼亂的地方 一個很好休閒的場所 一個很好休閒的地方 而且如果十幾棟 二十幾層的大樓蓋起來 那裡擺水 那裡交通 所造型 那裡混亂 我想這不是都庚 當初 當初的意思吧 不要再造型 這個地方混亂 如果 這個地方 都不能保留下來 那這樣我們要 就不要再叫做文化首都了 變小嘛 不是小小的地方 都不能保留下來 而且又發現 確定有遺址了 所以請市長多考慮這一點 好 再來 這件事 原來我老人 健康過期的事 教育局 這是 你請坐 龍潭國小車庵分校 本身也說幾個小時 也回答很多公文給辦事 再一張 那 車庵分校是 民國四十三年就設置 那時候是永康國小 車庵分校 在那五十年 龍潭國小 建校後才改立龍潭國小 這次永康國小 這次永康都市價位 六十七年七月 實施以前 已經 二十幾年 就有這些建築 不就有這個混號 那如果 就像相關單位給本席的答案是 有徵收 沒有過負 那時候都市計畫 為什麼不台灣列入 學校用地呢 原來 現在 一級衝撤以後 這個地圖都有所謂 我還在繳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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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在永康 有很多情形都是這樣 因為過去 國中小的這些 效果的問題 都是公所處理 都是公所處理 龍潭國小也有 本校也有 永康國中也有 不過 他們都編定了學校用地 而且 永康國小 裡面屬於地主 各學校的時候 本席幫忙他 找到了當初 有購買土地的憑證 有領取補償金的收據 所以 永康國中就沒問題了 請問這個問題 如果是有徵收沒有過負 你也找出證據來 不要一個拖幾年 本身接著就是 從開始就是 教育局推給社會局 因為當初 民國九十七 九十一年嘛 本身當市長 就這個 編號的紛擾 來做永康的私立投入所 私立投入所 當初是社會局 你懂 本身說這個問題是 是社會局 教育局 這樣拿來拿去 拿去永康去工作 然後又推給龍潭國小 這樣拖過來拖過去拖幾年 這總是要解決的問題 六十幾年啊 哪一個單位能夠告訴本市 這個問題有辦法解決嗎 什麼時候可以解決 哪一個單位可以 這不是教育局 本身可以解決的 這個地主的意思 也不是 你一定要這樣保險性 如果能夠找出證據 因為過去就要捐這些保險金 他們也就算了 也好 你也很立體 也沒有希望說 以北城來個市政府 這樣也不好 所以這個問題 應該相關單位 哪一個單位能夠回答本市 已經幾十十五年了 尤其教育局给本席的答复 那是第一件 说这种凭证 当初永康市工所 动案是非修 在收拾 本席也解释过 英国市工作的 第一个东案是非修 是在民国九十年 却集中 双骨倒皮的那天 温室洞山起床 那个晚上六七点 第二个冬天就回室 但是回室不是小专门 是小特定的凭证 把它全部集中在地下 民国到了去年永康国中 这个土地的纠纷 是怎么又找得到 如果档案的话 档案遗失的话 就找不到英国国党在那边 应该学校所有 这些土地的政策名顺 都会放作为 但是永康驱公所现在找不到了 如果找不到又如何处理 不要再继续拖下去 哪一个单位可以回哪本事 教育姐 跟议员报告 因为议员一直很关心这个案子 那其实去年议员您在总咨询 也有提到这个案子 我就请我们秘书室 去跟永康驱公所这边再了解 那就成如议员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他那些资料已经都没在了 现在这个策畅文校这边 现在它是管理机关是永康驱公所 所以我们也有跟永康驱公所说 是不是垂节时间 跟我们法治单位共同再来研究 然后再去做你睡眠报告 局长您请坐 谢谢 过去本书说问这个问题 反复的都跟你说的一样 我们再来研究再来再怎么 已经找几个家庭了 是不是说能够很快地解决 本书是不是很简单的大事 那你们再顺便回答本书 好 继续 本书也说整个家庭 这是公务局的事情 昨天是几句社区管理知识条例 因为我们台南很多套天的小库 如果是大罗社区 当然可以适用 营建署公布的公益大厦管理知识条例 但是我们南台南尤其南部 很多套天的局势社区 他们的管理文会 我们市政府不能够让他们报备 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 那如果没有合法一个身份 他们的管理会就驾到主委那 如果主委怎么跑去就没有了 他们当然这个小库 他们也自己管得好 如果他们管理委員会的住户公约 规定不能违踪 不能够带本手 不能够带天下 也监控我们政府很多困惑 但是一直只有几十年了 这为什么四五年了 不适用 不适用公益大厦管理知识条例 但是不适用 要你们自己制定 凸天市局局处理管理知识条例 你们说查依法无据 就是没有这个法令嘛 能够回归 就是不适用了还要回归干嘛 这就是回答本市的公文 如果台湾市政府要制定知识条例 制定相关的法规 也不能抵触中央的法规 这我知道 既然中央没有法源 预计没有法规 就是我们不定静 因为定下去 本市知道 会增加港部局 相关局处 相关科学 加这个业步 会增加这么业步 所以就做几年来就一直退 一直退 我以前完结稍后自己要提案 但是还是等市府做个决定 这个公务局长 你赶紧解释一下就好 感谢理计判 感谢理计判 因为我们早上 在公立大厦管理条例 放空的直居室 有部分是有哪里当适用的 你原来说 当然它有它的条件 可能你原来说 的是刚才没下它的条件 我们再来研究 业人 但是也集中管理一個大門出入 就是這樣不一樣 就是這一點不一樣而已 但是中央沒有法人依據 又不適用公益大廈管理這個條例 我們就自己頂嘛 我們這樣不可以自己頂 可以吧 以前的法治處謝處長 也根本是說可以制定的 一百二三年代本身種族群 完以後我們的秘書長 前秘書長還特別到本席的作業告訴我說 這是可以制定的 本身滿懷希望 結果秘書長不見了 法令也沒有制定 所以哪一個單位可以回答 可不可以制定 違法沒有 就是沒有法人依據 我們才自己定 我們也不會違反中央的法令 可不可以 有這麼困難嗎 跟李議員說明 我會請公務局跟法治處 來研理透天市集合區 集合社區的自治條例 好 是的 您請坐 來繼續 這不是說過 台南市秦地使用規則第三條 這是公務局的業務 包括秦地使用 不包括都市計畫內農業區 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的農業用地 局長您請坐 您請坐 這就是這樣 當然 公務局說 農業區 不可以發旗令地使用 這個證明 那現在 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第六章第一節 非公用不動產之處分 第四十九條 非公用不動產出錯範圍 第一行 可供建築使用之土地 以及市有房屋 可供建築使用 那可供建築使用 農業區 地募建 農業區地募建 在實施都市計畫以前 百八的建 就可以比照住宅區 興建房屋 所以這一點 可供使用 但是公務局不發 清地使用合併證明書 那財政處 就不能賣這塊土地 是不是可以修正 這換人 兩個衝突的所在 公務局或是財政處 可以解釋一下嗎 可以修改嗎 可不可以修改 修改 台南市清地使用規則 這一部分 我們可以來研究 因為它這個也是 縣市的自治條例 那過去 這些條例 大部分都是沿用 過去省政府的這個規定 那假如目前 有一些特殊狀況的話 我想我們可以在 自治條例裡面來檢討 既然發覺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把它改正過來 好 局長您請坐 來 繼續 每年開始 第一 地價稅 房屋稅要調整 那 房屋限制 也調漲 是不是調漲 兩成 就變成1.2倍 然後 稅率也要調整 聽說 還要追溯到民國90年 新建 新建 改建 增建 那個房屋的限制 也容得要改 都要改 這樣人家說 我一隻五百三兩倍 你限制提高了 然後你稅率又提高了 然後又追溯到90年 包括地價稅也一樣 上幾天在地政局的 約報告我有說過 地價稅要調漲 那是中央政策沒關係 但是 你公告地價 這些相關的 你就不要調得那麼高 你慢慢來嘛 那如果像房屋稅 調漲限制1.2倍 就會受到民國90年 財政處長 那一年我們的稅數 會增加多少 謝謝李議員 對於房屋稅的關心 房屋限制調漲的問題 目前正在研議中 還沒有公告 今年度的房屋稅 還是照舊的 當然今年照舊 這個還沒確定 所以整個房屋稅的 這個政策上 目前還在 還沒有公告 那我剛才我請問 如果房屋限制 調漲兩成 然後追溯到民國90年 以後的 新建增建改建的房屋 房屋限制都要調整 那一年我們可以增加多少稅收 這個要精算 本來這個房屋限制 現在的房屋的標準單價 是民國73年的 各位想一想 現在是民國105年 處長 處長 因為本省我怎麼做見對不對 是 我知道房屋限制一直在調整 因為限制是依照 建築物的造價 對 都是依照建築物的造價 不是那看公公 你家蓋好蓋不好 就是依照造價 依照面積來算的嘛 這個限制 沒有錯 但是工程造價有調整 工程造價有調整 就等於限制都已經調整 不是說79年過都沒有調整 沒有錯啦 就是說我們是從73年以後 一直都沒有調整 這是問題的 您請坐 是 因為你如果追溯到民國90年 民宅 建築物的民宅大 現代又增加 影響最大的就是 這些工廠 尤其永康很多的工廠 廠房很大 土地也很大 地價稅給人家 然後房屋稅又追溯又給人家 是不是對這些工商業影響最大 他們以後經營成本會增加 經營成本會增加 所以如果還沒確定 本會是經營 你不要追溯到民國90年 我們不要含其他六都來比 含自己比就好 不要含別人比 含別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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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為了政府的增加稅收 造成百姓的負擔 好 這是本省的建議 來繼續 這條大路 曾經在民國101年 北方才老大 曾經到市長社跟市長陳情 應該一年會去情 吳局長也去現場看過 也認為這是舊部落 鷹路沒有開票 這古部落 永遠就沒有發動發展 如果新社區建築開出 要申報完工 道路排水要做好 如果能夠把關的話 新社區我們的鷹路就不用開票 就沒有建物開錢 還是古部落 沒有人要去開發 結果永遠就飾了 這個地方 這是鷹空 大灣一個很大的部落 那是東灣 西湾叫做陶城里 本是西湾里的 这个所在有一间庙宇 有一个市场 但是因为交通不方便 弯弯区区的 道路顶多只有三四米 当初吴局长去看过 也认为应该 应该这条道路要开辟 但是讲了这么多年 曾经在103年告诉我 这两条路 本是建议两条 因为经费很多 叫本市选一条 那本市就 那就这一条就好 以为104年要编列预算 他说编一条就好 结果也没有 还本市去跟新民说 有了有了 要编列预算要开辟了 也跟他们代表说 已经有 结果本市说不错 说不错 就是这一条道路 希望市长 黑龙这个古博路 如果道路没有开辟 永远都没有发展 永远都不能发展 这不是新社区建议 可以去开辟桌楼 去行券 所以这一点 拜托市长 好 继续 就是这一条道路 这是大湾路 我们在本市里建议这 但是本市建议这 就是前面这一点就好 再过去 大湾市立重合区 大湾市立重合区是民国71年 一阵大湾市立重合区开辟 市立重合区包括 这个本市所讲的 永华路以东 永道路二段以西 永平路以北 文化路以北 永平以南 这个所在 看地图 就是红色的这个地方 这是英空 当市建议的 最后区 最后一段的所在 但是这些商业区的 结构都太小 也没有什么发展 不过这个所在 这个地方 差不多20公顷左右 包括社交中心 这个地方的行道树 都是小越南人 现在都很大栋 你看看 你看看这边 所有大栋 都是这样 这不是这里 他们都穿起来 再来 看这个下面 所有大栋 这所有的栋 这差不多20公顷的所在 所有的栋 都是小越南人 但是 如果要 政府一次去把它解决 因为本市过去 在社交中心附近那边 有改革这些问题 水岗顶押起来 排水溝 都被四根串过去 那栋楼都用派 把根斬掉 重新做排水溝 重新做路面 这些经济不少 如果要一次编略预算不可能 但是这个编略来 这个编略来 希望可以逐年编略 逐年编略 这边是市地重划区 过去有市地重划基金 该做实施平均地钱基金 可以用在这个地方 可以用在这个地方 这是市民均地钱基金 过去的市地重划基金 都纳入在那边 那这边是市地重划区 道路排水 当然可以使用实施平均地钱基金 因为这个基金有钱 这个基金就有泡河的驱断中说 就平水营区的驱断中说 基金有钱 所以希望能够改善这个地方 加所有的得罗 因为这个小叶男人 日在运营 一个地方到现在很久 已经都很大 如果没有彻底的解决 你以后最高概概的 浪运婆婆 不过两年又开始这样子 又开始这样子 公务局长 你现在本学的教育是什么 小叶男对于串间 因为已经串间 属于是会破坏这个得罗 所以水高来人性到 往往都会这个伤害 这个部分 你用点心 你用点心 你请坐 来 再来 本身我要说一句 永康科技园区 现在开发的很成功 今天的厂商都进驻 不过 它跟王航路 没有直通 南北主要道路 就靠王田大大 那这边 有一条永康七路 跟永康南路 这现在我们的土地 在王航路 两百五十四项 跟王航路六十八项 这些所在 是次八号跟次九号道路 这都没长 但是你看看相片 连这些主要道路 这些就是 两百四项 两百四项 这边就是这一条龙路 这条四八号道路 然后再过去 王航路六十八项 这一 前面这边是永康南路 这条是王航路六十八项 道路就缩小 你再看看 就是这样 这边这么宽 然后再过去就很小了 不是头颜那里 这边就比较少 那这是永康科技园区 联络永康一条主要道路 王航路 两十五十四项的 计划道路 因为每一天 还是每一天下午 上班下班的时间 这的车量是 它在那 所有 所有厂商的车辆 上班人员的车辆 都经过这 然后就在这个楼口 现在我居然应该知道 本事说几个年了 所以希望能够 尽快地改善 好 本期今天的咨询 希望指定 四个单位 能够正式 本期所有的这些建议 这是这些民意代表 对起务单位 最卑微的要求 谢谢各位 我们谢谢李坤黄议员的咨询 我们现在休息到 11点30分 再继续 我们蔡树秋金议员的 市政总咨询 现在休息 首先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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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